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经典科幻家庭电影《外星人1T》 故事发生在一片森林里,外星飞船降临在了地球上 外星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并分两路对这片森林进行探索 就在这时,人类的车突然出现 一个受到惊吓的外星人两毛躲藏,没能在飞船离开的时候赶回 飞船见状,只能离开了 无奈被留在地球的小外星人只好在这片森林里闲逛 一次偶然被男主角爱里奥遇见了,吓得他掉头就跑,还狠狠地摔了一跤 但回到家后,爱里奥却还是对遇见的外星人充满了好奇,念念不忘 于是第二天带着糖果散在森林里,想一次把小外星人引诱出来 然而这次并没有小外星人的踪影 晚上,爱里奥和家人说起自己遇到了外星人这件事 然而大家都不相信他 但是爱里奥仍然坚信自己看到了 于是晚上他就睡在了院子里,似乎在等待这些什么 到了半夜十分,外星人果然出现了 还带来了爱里奥白天撒在森林里的糖果 接着爱里奥用糖果把外星人诱惑到自己的房间 为了和爱里奥交流,外星人和他进行了精神连接 隔天,爱里奥便假装发烧在家 和外星人happy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还把外星人介绍给哥哥和妹妹 他们对外星人的到访都感到十分惊奇 却都答应了对大人保密 但并只能装一次,爱里奥不得不去上学了 独自在家的外星人却偷偷喝起了冰箱里的啤酒 因为和爱里奥有着精神连接 所以课堂上的爱里奥和外星人一样,显得醉醺醺的 而当外星人看新电影的时候 爱里奥在学校亲吻了自己一直暗恋的女孩 然而爱里奥回到家后,竟发现外星人被调皮妹妹装扮成了女生 为了方便交流,他们不但教会了外星人说话 还给他取名为ET 随着时间的推移,ET表示自己想要回到自己星球 于是,几人用家里的零件为ET倒腾出一个雷达 在温圣节的时候,骑着自行车把他带回了当初相遇的那片森林 调皮的ET还用超能力让自行车飞得起来 然而,最重要的雷达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于是,他们决定在森林里露宿一个晚上 没想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ET和爱里奥都生病了 他们只好把温星人的事情告诉了妈妈 就在这时候,一直观察他们举动的科研人员来了 带走了ET和爱里奥 ET因为不能适应地球的环境,生命垂危 为了让爱里奥活下来 ET决定切断自己和爱里奥的精神链接 之后,爱里奥的身体渐渐好转 然而,ET却就此停止了心跳 医生们把死去的ET冰冻起来 伤心的爱里奥和ET道别 却惊喜地发现他拥有了生命的迹象 他告诉爱里奥,胸前的红色信号提醒着他 自己星球的飞船已经来到了附近 于是,爱里奥和哥哥偷偷开走了科研人员的车 再次把ET带到了森林 半路遇到了朋友们后,又改成自行车 然而,警察和客人人员一直在想办法围堵他们 就在他们被包围的时候 ET再次使用超能力,让他们腾空向夕阳飞去 顺利地抵达了森林 随后,飞船也缓缓落在了森林里 妹妹也和家人赶来,和ET就最后告别 ET拥抱了爱里奥和家人们后 走上了飞船,踏上了回家的路 飞船在天空中留下一道彩虹 这是一部超经典的科幻电影 让我们觉得科幻编布完全是可怕的,冷冰冰的 斯皮尔伯格给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童话故事 孩子们和外星人之间有笑有泪的友情 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的美好和温柔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点个赞和关注再走呗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